Xperia 系列的手機一向都不會有很多Apps 或者一些整合的東西 除了Timescape 或者Facebook Inside Xperia 之外 一般都是相對於其他廠商手機來說 是比較乾淨的一個品牌 來到Xperia X 在原本已經有的Timescape上面 是有些進步的 就好像這一堆Widget 這個Widget已經可以做到一個捲動 而且好像之前那個4乘3很龜大 跟那個珠介面一樣的Widget一樣 就改了做幾個不同的Widget 好像有這個Friends 這個Feed 以及這個Share的Widget 總共有3個Widget 模擬這樣比起用舊版的Widget實用很多 還有彈性也高了 可以讓大家決定做不同的事情 再看看主程式 其實主程式就不是很大分別 但是我們在設定中 終於都可以把Update Mode設定為Auto 這個模擬 這個模擬是令到整個Timescape實用了很多 因為舊版不可以做一個Auto 每次都要手動Update 其實對於很多自動Update的Android系統來說 其實是有少少奇怪 這次加上這個AutoUpdate 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做法 再來我們看看另一個 挺有趣的App 就叫做Liveware Manager Liveware Manager 其實就是當大家 連接了一些不同的設備 例如 是一些 Headset 或者 最常用的 這個X機 當我們連接了這個X機的時候 會有些什麼動作呢? 可以在這裡設定 連接了這個X機的時候 會 開一些什麼的App 例如 我們可以選擇 Aram 例如我們每晚回到家 一搏的X機 然後開個Aram 來設定第二早上的鬧鐘 那 我們搞定之後 就可以試試 直接把 這個X機 連接進去 對 那 就會直接開這個Aram 來給大家設定 這個就是Liveware Manager 一個 不錯的功能 雖然我們看到的是 它那個 延長時間比較長 但是 這個功能是非常之不錯的 這個功能是非常之不錯的 那 對了 除了可以用來加一些 有線的配件之外 亦都可以用來加一些 藍牙的配件 例如你鑊了藍牙耳機 立即開 一個Music Player 也是可以的 另外一個 就是這個Recommander 就是一個 類似App Store的軟件 但是它是沒有 直接內建一個App Store的功能的 那其實呢 它只不過是一個 真的一個Recommander 就是 一個建議的工具 它裡面就有一些 嗯 廠方覺得 非常之好的一些App 那就會在這裡顯示給大家看 然後 例如我們覺得 這個GTA都很好的話 那 可以看到一些簡單的介紹 然後 下面看到是哪個Recommand 那這裡就是一個 鍵可以讓大家分享出去 那就是Post去Facebook 那就是這個Facebook InsideXperia的 其中一項的功能 那如果大家覺得這個App好的 那然後按View 它就會把大家帶回去這個Google Play 那裡 然後才去下載這個App 那變了 其實只不過是一個很簡單的功能 甚至 未必有很多使用者會喜歡去用這個功能 那希望如果將來會有一些 Sony自家的 或者一些 特別合作的一些App 可以放在這個地方 還有 加入這個下載服務 那應該 完整性會比較高一些 另外我們可以找到一個Update Center 那基本上就是一個 給大家做一個OTAUpdate的地方 那就不需要再 一定要搏這個桌面的 一個軟件才可以做Update 那就是一個不錯的地方 那裡面呢 是有這個 SystemUpdate 或者一些普通功能的 一些內建的App的Update 那但是呢 我們暫時在這裡 就還未找到 這個支援這個PlayStation的 一個Update 那最後在這部分要提一提的就是 Music Unlimited 其實 雖然有一個iPhone在這裡 但是香港並未支援這個服務 那去到多媒體應用方面 我們可以看一下一些 Music Player 因為這個Music Player 其實都有加強度的 那就可以見到 其實 那個介面也挺漂亮 其實 那還有當然也會有DLNA的功能 那 當我們在 這個Connected Device裡面 然後在目錄裡面 再開啟一個Media Server的功能 然後我們在Music Player 就可以找到 一個 類似 在 Sony Tablet上面 出現一個 Flo的功能 那只需要按這個按鈕呢 就可以把 你的音樂呢 放到其他的播放器 例如 我家的Desktop 那按一下 然後 再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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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音樂就已經是在我的電腦 其實我的電腦就在我旁邊 所以就已經聽到我的電腦已經在播著這個音樂 那同時呢 亦都可以在 通知列那裡 看到有一個 Pending Devices 那就是在 Media Server裡面 可以看到有一個 這個就是我的電腦 的Address 就是一個Pending的 顯示 那就可以 Allow了去 那它就可以直接 在電腦上面 看到我這部電腦上面的一些 音樂 那再看看其他的一些 Music App的功能 那好像 一些類Coverflow的物體 又或者 一個Infinity按鈕上面 可以選擇的 一些Search的Option 那在這個Library裡面 亦都可以看到 有一個 Download Music Info的功能 那其實就是 給大家 補回一些 沒有了的 Album Mark 或者歌手資料 那些 不過 我們發覺 其實 這個功能並不是太準的 因為 我們原本 是屬於 胡夏的一首 碟 裏面的 歌 就會發覺 其實 原來 經過這個 Music Info下載的時候 就會轉了 在一個外國的歌手那裡 但是實際上 這首 是那些年來的 所以 其實 用這個功能之前 可能大家都要再仔細考慮一下 因為它是會直接取代了大家的ID tag 最後就看看 比較奇怪的東西 就是 當我們 打橫的時候 沒錯 整個角色都打橫了 但是可以留意左邊 Playing和Music 仍然是打直的 可能是因為空間的問題 但是 第一次看到是有點怪 當然 這個是一個可以習慣的東西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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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